听书 有声书 世界名著系列第457 英国经典文学名著 理智与情感 第二卷第一章 其实 艾丽娜一般说来并不相信Lucy的话 可她经过认真考虑 却再也不能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诱使她编造出这种谎言 因此 罗西成为事实的这些情况 艾丽娜无法再怀疑 而且也不敢再怀疑 这些情况都有充分的证据 这些证据或则大致属实 或则确凿无疑 除了她自己的主观愿望之外 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相反的结论 他们在Polite先生的交往是其他情况的依据 既无可质疑 又令人惊恶 艾德华在普利茅斯附近的访问 她的优异心情 她对自己前途的愤愤不满 她对她本人的反复无常 斯奇尔姐妹对罗拉庄园和她们亲属了如竹子掌 这尝使她感到惊奇 那幅画像 那封信 那只戒指 这一切构成了一连串证据 打消了她怕冤枉她的一切顾虑 证明她亏待了她 这是任何偏爱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她责恶她的这种行径 悔恨自己 受了欺骗 一时间只知道自我怜悯 但她心里转胜 又涌起别的念头 别的考虑 难道艾德华一直在存心欺骗她 难道她始终是一片虚情假意 难道她与Lucy的订婚 是真心实意的订婚 不 不管从前情况如何 她现在并不这么认为 她只希望她一个人 这一点她绝不会搞错 在罗罗庄严 她的母亲 妹妹 弗尼 都知道她喜欢她 这并不是她的虚荣 引起的错觉 她当然是爱她的 这一信念 使她心里得到了多大的安慰 有了这一点 她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 像当初她已经开始感到 她对她有着一股异乎寻常的诱惑力 且偏要继续待在罗罗庄园 真该受到责备 在这一点上 她是无可辨白的 不过如果说她伤害了她 那她更伤害了她自己 如果说她的情况是令人怜悯的 那她的情况则是无可挽回的 她的鲁莽行动 给她带来了一时的痛苦 不过她自己 似乎永远失去了幸福的机会 她迟早会恢复平静的 可是她如今还有什么盼头呢 她和Lucy 斯奇尔在一起会感到幸福吗 像她那样诚实 文雅 见识广博的人 假使连她 艾利娜都不中意 她能对Lucy这样一个无知 狡诈 自私自利的妻子 感到满意吗 艾德华当时只有19岁 青年人的狂爱热恋 自然使她陷入了盲目 除了Lucy的美貌和风顺之外 艾德一概视而不见 但是以后的四年 如果合理地度过这四年 可以使人长之不少 她也该发现她教育上的缺陷 而在这时 Lucy由于常和夏等人交往 追求低级趣味 也许早就失去了昔日的天真 这种天真 一度为她的美貌 增添了几份情趣 艾德华与艾利娜成婚 尚且要遇到她母亲 设置的种种障碍 那么她选择一个门第 比她低下财产 很可能不及她多的女人 做配偶 岂不是更加困难重重 当然她在感情上 与Lucy还很疏远 这些困难还不注意 使她忍耐不住 但是这位本来对家庭的反对 和刁纳可以感到欣慰的人 她的心情却是郁郁的 艾利娜连续痛苦地思考着 不禁为她 不是为她自己 骤然泪下 使她坚信不移的是 她没有做出什么事情 而活该 遭受目前的不幸 同时使她感到欣慰的是 艾德华也没做出什么事情 而不配受到她的器重 她觉得 即使现在 就在她忍受 这沉重打击的 头一阵剧痛之际 她也能尽量克制自己 以防母亲和妹妹们 对事实真相产生怀疑 她是这么期望的 也是不折不扣的这么做的 就在她的美好希望 破灭后 仅仅两个小时 她就加入他们 一道吃晚饭 结果 从妹妹们的表情上 看得出来 谁也没有想到 艾丽娜正在 为即将把她 和她心爱的人 永远隔离开的 种种障碍 而暗自悲伤 而玛丽娜却在暗中 眷念着 一位十全十美的情人 认为她的心 完全被她迷住了 每一辆马车 驶进他们防射时 她都期望着 能见到她 艾丽娜虽然 不得不一忍再忍 把洛西 给她讲的私房话 始终瞒着母亲 和玛丽娜 但这 并未加深她的痛苦 相反 使她感到宽慰的是 她用不着告诉他们一些 只会给他们 带来痛苦的伤心事 因而 省得听见他们 指责 艾特华 由于大家过意偏爱她 这种指责 是很可能的 那将是她 不堪忍受的 她知道 她从他们的忠告 或是谈话里 得不到帮助 他们的温情和悲伤 只能增加她的痛苦 而对于她的自我克制 她们 既不会通过 以身作则 又不会通过 正面赞扬 加以鼓励 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反倒更加坚强些 她能非常理智地控制自己 尽管刚刚遇到 如此痛心疾首的事情 她还是尽量表现得坚定不移 始终显得高高兴兴的 虽然她与Lucy 在这个问题上的 头一次谈话 让她吃尽了苦头 但是 她转眼间 又渴望她 和她重谈一次 而且 理由不止一个 她想听她 重新介绍一些 有关他们订婚的 许多详细情况 想更清楚地 了解一下Lucy 对 艾德华的真实感情 看看她 是不是真像她宣称的那样 对她 一往情深 她还特别想主动地 心平气和地 与她再谈谈这件事 让Lucy相信 她只不过是以朋友的身份 来关心此事的 而这一点 从早晨的谈话来看 由于她不知不觉地 变得十分胶着不安 因而至少是令人怀疑的 看样子 Lucy很可能妒忌她 显而易见 艾德华总是在称赞 这不仅从Lucy的话里 听得出来 而且还表现在 她才认识她这么短时间 就大胆向她吐露了 如此重大的一桩秘密 甚至 脸装爵士开玩笑的话 大概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的确 艾丽娜既然深信 爱的话真心喜爱自己 她也就不必去考虑 别的可能性 便自然而然地认为 Lucy在妒忌她 Lucy也确实在妒忌她 她的私房话 就是个证明 Lucy透露这桩事 除了想告诉艾丽娜 艾德华是属于她的 让她以后少同她接触之外 还会有什么别的动机呢 她不难理解她的情敌的这番用意 她决心切实按照真诚体面的原则 来对待她 克制住她对艾德华的感情 尽量少同她见面 同时她还要聊以自慰地向Lucy表明 她并不为此感到伤心 如今在这个问题上 她不会听到比已经听到的更使她痛苦的事了 因此她相信自己能够平心尽气地 听Lucy把详情重新叙述一遍 虽然Lucy像她一样 也很想找个机会再谈谈 但是这样的机会 并不是要来马上就来 本来一起出去散散步 最容易抛开众人 谁料天空 总不做美 容不得他们出去散步 虽说他们至少每隔一天晚上 就有一次聚会 不是在庄园 就是在农舍 主要是在庄园 但那都不是为了聚谈 张解释和麦德尔的夫人 从未这样想过 因此大家很少有一起闲谈的时间 更没有个别交谈的机会 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吃喝说笑 打打牌 玩玩 扛昆斯 或是搞些其他吵吵嚷嚷的游戏 他们如此这般的聚会了一两次 但艾琳娜就是得不到机会 同路西私下交谈 一天早晨 庄解释来到农舍 以仁爱的名义 恳求 达斯沃的母女 当晚能同 舒德尔顿夫人 共进晚餐 因而 她要前往 埃克塞特俱乐部 麦德尔顿夫人 只有她母亲和两位 斯奇尔小姐作伴 他们母女 若是不去 夫人将会感到十分孤寂 艾琳娜觉得 参加这样一次晚宴 倒可能是她了却心事的大好时机 因为在 米德尔顿夫人 安静而有素养的主持下 比她丈夫 把大伙凑到一块 大吵大闹 来得自由自在 于是 她当即 接受了邀请 麦德尔顿夫人 终于幸运地得救了 恰似 艾琳娜所料 这次聚会 十分枯燥乏味 整个晚上 没有出现一个新奇想法 一句新鲜此理 整个谈话 从餐厅到客厅 索然寡味 到无以赴家的地步 几个孩子陪着他们来到客厅 艾琳娜心里明白 只要他们待在那里 她就休想 能有机会 与Lucy交谈 茶具端走之后 孩子们才离开客厅 转而摆好了牌桌 艾琳娜开始纳闷 她怎么能指望 在这里找到谈话的机会呢 这时 大家都纷纷起身 准备玩一项轮回牌戏 我很高兴 麦德尔登夫人对Lucy说 你今晚不打算 给可怜的小安娜 玛丽娜 只好小篮子 因为在烛光下做编织活 一定很伤眼睛 让这可爱的小宝贝扫兴了 我们名人 再给她补偿吧 但愿她不要太不高兴 有这点暗示就足够了 Lucy立即收住了心 回答说 其实你完全搞错了 麦德尔登夫人 我只是在等着 看看你们玩牌 没我行不行 不然 我早就动手支起来了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这小天使扫兴 你要是现在叫我打牌 我劫机在晚饭后 支好篮子 你真好 我希望可别伤着了 你的眼睛 你是不是拉了铃 再要先拉出来 我知道 假使那小篮子 明天还支不好 我那可怜的小姑娘 可要大失所望了 因为尽管 我告诉她明天 肯定支不好 她皆准以为支的好 Lucy马上将针线台 往跟前一拉 欣然坐了下来 看她那兴致勃勃的样子 似乎什么事情 也比不上 给一个宠坏了的孩子 编织篮子 更使她感到高兴 麦德尔登夫人提议 来一集卡西娜 大家都不反对 唯独 麦德尔恩因为平素 就不拘礼节 这时大声然道 夫人 行行好 就扁了我吧 你知道我讨厌打牌 我想去弹弹钢琴 自从调过音以后 我还没碰过呢 她也没再客气两句 并转身朝高兴走去 麦德尔登夫人 那副神情 仿佛在谢天谢地 她可从来没说过 这么冒昧无礼的话 你知道夫人 麦德尔登夫人 以那台钢琴 结下了不解之缘 艾利娜说 极力想替妹妹的冒昧 舞里打打圆场 我并不感到奇怪 因为那是我所听到的音质最佳的钢琴 剩下的五人就要抽牌 也许艾利娜说着 我如果能不打牌 倒能给Lucy小姐帮帮忙 替她卷卷纸 我看到篮子还差得远呢 如果让她一个人来干 今晚肯定完不成 她若是肯让我插手的话 我非常喜欢干这个活 你如果能帮忙 我倒真要感激不尽了 Lucy嚷道 因为我发现 我原来算计错了 这要费不少功夫呢 万一让可爱的 妈呢 玛丽娅失望了 那该多糟糕啊 哦 那实在太糟糕了 斯奇尔小姐说 可爱的小家伙 我多么喜爱她 你真客气 麦德尔登夫人 对艾丽娅说 你既然真喜欢这活 是不是请你到下一集再入桌 还是现在 先试试手机 艾丽娅一快地采纳了 前一条建议 于是 她就凭着玛丽娅 一向不喜欢一事地 委婉巧妙的几句话 即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又讨好了 麦德尔登夫人 Luci爽快地给她让了个地方 就这样 两位滋容美丽的情敌 肩并肩地坐在同一张桌前 极其融洽地坐着同一件伙计 这时 麦德尔沉粹在夜起和遐想之中 全然忘记室内还有别人 只顾埋头弹奏 侥幸的是 钢琴里两位情敌很近 那时我的小姐 断定 有着嘈杂的琴声做掩护 她竟可放心大胆地 提出那个有趣的话题 牌桌上的人 保险听不见 理智与情感 第二卷 第二章 此时 艾琳娜以坚定 而审慎的语气 开口说道 我有幸得到你的信任 若是 不要求你继续说下去 不好奇地追根究底 岂不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 因此 我不禁冒犯 想再提出这个问题 谢谢你打破了僵局 鲁琴 激动地嚷道 你这样讲 就让我放心了 不知怎么搞的 我总是担心星期一那天 说话得罪了你 得罪了我 你想到哪里去了 请相信我 艾琳娜极其诚恳地说道 我不愿意让你产生这样的看法 你对我 这样推心置腹 难道 还会抱有 让我感到不体面 不愉快的动机 不过 说实在的 罗西回答说 一双敏锐的小眼睛 因为深长地望着她 你当时的态度 似乎很冷淡 很不高兴 搞得我十分尴尬 我想你 准时生我的气 此后 我一直在怪罪自己 不该冒昧地 拿我自己的事情打扰你 不过我很高兴地发现 这只不过是我的错觉 你并没真的责怪我 说实在话 你若是知道 我向你倾吐一下 我无时无不刻 不再思量地真心话 心里觉得有多么惯慰 你就会同情我 而不弃较别的东西 的确 我不难想象 你把你的处境告诉我 而且确信一辈子 不用后悔 这对你 真是个莫大的宽慰 你们的情况 十分不幸 后来 好似是困难重重 你们需要 依靠双方的 忠情坚持下去 我想 菲利森先生 完全依赖于他母亲 他自己只有2000磅的收入 单靠这点钱结婚 那简直是发疯 不过就我自己来说 我可以毫无怨气地 放弃更高的追求 我一直习惯以微薄的收入 为了他 我可以一瓶情作斗争 但是我太爱他了 他若是娶个 是他母亲注意的太太 也许 会得到他的不少财产 我不想自私自利地 让爱德华 丧失掉这些财产 我们必须等待 也许 要等许多年 对天下几乎所有的男人来说 这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 可是我知道 爱德华 对我的一片深情 和忠贞不渝 是什么力量 也剥夺不了的 你有这个信念 这对你是至关紧要的 毫无疑问 他对你也抱有同样的信念 万一你们相互间 情淡爱迟 这是在许多人之间 许多情况下 在四年订婚期间 经常发生的现象 你的近况 确实会是很可怜的 Lucy听到这儿 抬起眼来 哪知 艾丽娜 十分谨慎 不露声色 让人 觉察不出她的话里 有什么可疑的意象 爱德华 对我的爱情 Lucy说 自从我们订婚以来 经受了长期分离的 严峻考验 我再去妄加怀疑 那是无法宽恕的 我可以万无一失地说 她从一开始 从未犹豫这个原因 而给我带来 一时一刻的惊扰 艾丽娜 听到她所说的 简直 不知道是应该 扶之一笑 还是应该 为之叹息 Lucy继续往下说 我相信 也好嫉妒 因为 我们的生活处境不同 她比我见的世面多得多 再加上我们又长期分离 我老爱一身一鬼 我们见面时 哪怕她对我的态度 发生一点细微的变化 她的情绪 出现莫名其妙的 低落现象 她对某一个女人 比对别的女人 谈论的多了些 她在 显得 不像过去那么快乐 我马上就能察觉出来 我并不是说 我的观察力一般都很敏锐 眼睛一般都很尖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肯定是不会受蒙骗的 说得倒很动听 艾琳娜心里在想 可是我们两人 谁也不会上当受骗 不过 她稍许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你的观点如何 还是你什么观点都没有 而只是采取一个 令人忧伤 而震惊的 极端措施 就等着 弗洛森太太一首了之 难道她儿子 就甘心屈服 打定主意 拖累着你 怎么常年 悬吊着 索然无味地生活下去 而不肯 冒着惹她 一时不快的风险 干脆 向她说明事实真相 我们若是能肯定 她只是 一时不快就好了 可惜 震惊森太太 是个刚愎自用 妄自尊大的女人 一听到这消息 发起怒来 很可能 把所有财产 都交给 拉帕德 一想到这里 看在爱的话的份上 竟吓得 我不敢草率行事 也看在你自己的份上 不然 你的自我牺牲 就不可理解了 Lucy又瞅瞅 艾利娜 可是 没有作声 你认识 老帕德 弗里森先生吗 艾利娜问道 一点不认识 我从没见过他 不过 我想他 与他哥哥 大不一样 傻乎乎的 是个十足的 花花公子 十足的花花公子 斯奇尔小姐 重复了一声 他是在 Marian的琴声 突然中断时 听到这几个词的 他们只是议论 他们的心上人 不 姐姐 Lucy喊道 你搞错了 我们的心上人 可不是十足的 花花公子 我敢担保 他是我的小姐的 心上人 不是花花公子 珍妮斯太太说着 重情笑了 她是我见过的 最谦虚 最文雅的 一个年轻人 不过 说到Lucy 她是个狡猾的 小金怪 谁也不知道 她喜欢谁 哦 斯奇尔小姐嚷道 一面 意味深长地 望着他俩 也许 Lucy的心上人 和大叔我的小姐的 心上人 一样谦虚 一样文雅 艾琳娜不由得 羞得满脸通红 Lucy摇摇嘴唇 愤怒地盯着她姐姐 两人沉默了一阵 Lucy首先打破了沉默 虽然 Marian弹起了一支 极其优美的协奏曲 给他们提供了 有效的掩护 但她说话的声音 还是压得很低 我想坦率地告诉你 我最近想到了一个 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的确 我有责任让你知道这个秘密 因为事情与你有关 你常见到艾德华 一定知道她最喜欢当牧师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她尽快地接受圣旨 然后希望你能出自对她的友情 和对我的关系 利用你的影响 劝说你哥哥把罗拉的牧师 只为赐给她 我听说这是个很不错的职物 而且现在的牧师 也活不多久了 这就可以保证我们先结婚 以下的事情再听天由命吧 我一向乐意表示 我对菲勒森先生的敬意和友情 安利那答道 不过难道你不觉得 我在这场合插一手 完全大可不必吗 她是庄 她是我的夫人的弟弟 就凭这一点 她丈夫也会提拔她的 可是张 她是我的夫人 并不同意爱的话 去当牧师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去说 更是无济于事 他们又沉闷了好半天 最后 Lucy深深叹了口气 大声说道 我认为 最明智的办法 还是解除婚约 立即终止这门亲事 我们好像困难重重 四面受阻 虽然要痛苦一阵子 但是最终 也许会更幸福些 不过 大叔我的小姐 是不是请你 给我出出主意 不 安利那答道 她脸上的微笑 掩饰着内心的忐忑不安 在这个问题上 我当然不会给你 出什么主意 你心里很有数 我的意见 除非顺从你的意愿 不然 对你是 不起作用的 说真的 你冤枉了我 Lucy 一本正经的答道 在我的认识人 的人中 我最尊重你的意见 我的确相信 假如你对我说 我欠你无论如何 要取消同 埃德华 和林森的婚约 这会使你们两个 更幸福 那 我就会决定 马上这样做 安利那 为 埃德华 被婚区的 悉情假意 感到脸红 她回答说 假如 我在这个问题上 真有什么 意见可言的话 一听到 你这份恭维 准给吓得 不堪开口了 你把我的声威 抬举得过高了 要把一对 情深义切的恋人 封开 对一个局外人来说 实在是 无能为力的 正因为 你是个局外人 Lucy 有点生气地说的 特别加重了 那后几个字 你的意见 才理所当然地 受到我的重视 如果我觉得 你带有任何偏见 就犯不着 去征求你的意见 埃利那认为 最好对此 不加辩解 以免相互间 变得过于随随便便 无拘无束 她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 下了决心 再也不提 这个话题 因此 Lucy说完后 又沉静了 好几分钟 而且 还是Lucy 首先打破了沉默 你今年冬天 去成立吗 大叔我的小姐 她带着她 惯常的 自明得意的 神奇问道 当然不去 真可惜 Lucy回答说 其实 她一听那话 眼里 不禁露出了喜色 哇 若是能在城里 见到你 那该有多高兴啊 不过 尽管如此 你还是肯定会去的 毫无疑问 你哥嫂 会请你去做客的 他们即使邀请 我也不能接受 这太不幸了 我本来一直指望 在城里见到你 一月底 安妮和我要去探访 几个亲友 他们这几年 总是叫我们去 不过 我只是为了 去见见埃德瓦 她二月份到那里去 不然的话 伦敦 对我一点 吸引力也没有 我才没有兴致 去那里呢 过了不一会儿 排桌上 打完了第一局 艾利呢 也被叫了过去 于是两位小姐的 秘密交谈 便告结束了 不过 结束的并不勉强 因为双方 没有说上什么投机话 可以减少他们 相互之间的厌恶之情 艾利呢 在排桌前坐定 忧伤的判断 艾德华 不仅不喜欢她 这位未婚妻 而且 她即使同她结了婚 也不会感到幸福 只有她艾利呢的 真挚爱情 才能给她婚后 带来幸福 因为 只是凭着自私自利 这一点 才能使得一个女人 保持从南方的婚约 而这个女人 似乎完全意识到 南方 已经怨倦 这种婚约 从此之后 艾利呢 再也没有重新 提起这个话题 Lucy 却很少错过 旧话重提的机会 特别是 当她收到 艾德华的来信时 总要别有用心地 向她的 知己女友 抱抱喜 每逢这种情况 艾利呢 都能 泰然处置 谨慎对待 在礼貌允许的范围内 尽快结束这些谈话 因为 她觉得这种谈话 对Lucy 是一种 不配享受的乐趣 对她自己 却是危险的 两位斯切儿小姐 对邦德庄园的访问 一再延长 大大超过了 最初邀请时 双方认可的日期 她们越来越受人喜爱 想走也走不了 庄爵士 坚决不让她们走 虽然 她们在 艾克瑟斯 有一大堆 早就安排好的事情 急需 她们马上回去处理 尤其是 越到周末 事情越繁忙 但她们还是 被说服 在邦德庄业 待了近两个月 并且 协助主人家 好好庆祝一下 圣诞节 因为这个节日 需要被 一般节日 举行更多的 家庭舞会 和大型晚宴 建议 显示 其重要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